疫情11人登山队伍13号从花莲西陵村往二指温泉的西边路上遭到密封追击 由6人被风遮伤其中两人陷入昏迷 已经由消防队后送就医信号并无大碍 疫情11人登山队伍13日由花莲西陵村往二指三温泉西边路上遭到密封追袭 共有6人被密封遮咬接获民众报案之后华林县消防局派员前往救援 上午10点58分接获民众报案 有一行11人上山去爬大快山 他们的行程是13号到16号预期4天 那我们接获有6人遭受风遮 那这时候我们总共派遣了8车14人前往救援 这6人后我们是请了我们的空情总队直升机来做吊挂 第一梯我们挂载两人先去实际医院 第二梯再送另外的三人下来到门诺分院这边 有我们的修护车在做后送 花莲西消防局13日上午接近10点左右接获民众报案 据了解情况是队伍行经二指三温泉时遭到密封追袭 共有6人遭到遮伤 其中两人陷入昏迷情况较严重 并且派出消防空情人员进行救援 送往花莲实际医院救治 幸好急救得宜并无答案 记者林杰凤林正财导播导